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播放破10亿的余生演技排行 金师讲戏股位列第一,肖战进前三 余生,请多指教是近期来网络热度最高的一部剧 上线两小时播放量过5亿 播出6天后播放总量过10亿 这就是人气明星肖战和杨子的实力 接地气的故事情节 温暖人心的爱情故事也让这部剧评实力出圈 权威媒体广电在近期点评了这部热播剧 从人物设定到故事维度上的极大丰富 让余生获得了国产情感剧里最简单 却也最难的特质真实且接地气 有权威媒体的盖章认证 也说明了这部剧是备受认可的 顾卫肖战士和林之校杨子士都有并不完美的人设 却因此更接地气了 顾卫虽然是业务骨干,年轻有为 却因为老师在手术中去世后 陷入了自责 甚至拿手术刀都成问题 对爱慕自己的同事也显得颇为冷漠 林之校看似乖乖女 实则有叛逆的一面 面对身为教导主任的父亲 他更是希望可以逃离家庭 独大三的他和闺蜜一起在酒吧 只是为了希望可以脱离家庭的管制 顾卫并不是完美的好孩子 却有着让大家更容易接受的人设 谁没有年轻过 这部剧播出后收视率高 播放量更是独占凹头 男主角肖战在七天内涨粉一时二乱 也能看出这部剧有多受关注 看他和小朋友互动都如此有爱 大家纷纷表示 如果有这么帅气温柔的医生 谁也不会讨厌去医院了 这部剧的高热度和一众演员的表现有很大关系 让我们来看看几位主要演员的演技排行 零腰下至青饰演林建国一时分 从剧情上看 林建国是一个在家有权威的父亲 是能当家做主的丈夫 是对女儿有着极强控制欲的 这和他身为教导主任的工作有关 也和他对女儿的爱分不开 从在家吃饭这个细节就可以看出来 林建国坐在中间 妻子李慧娟和女儿林之孝坐在一边 家庭地位很明显了 从林建国生病住院可以看出来 虽然他在家显得独裁 可是一家人关系非常和睦 妻子和女儿几乎住在了医院里 被医生和护士称为家属榜样 林之孝虽然还没毕业 可也愿意每天陪业 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好 饰演林建国的演员是 曾经获得话剧金师奖、梅花奖、文华表演奖的戏古夏至清 其中梅花奖和金师奖都是话剧界的最高奖项 他现在是上海话剧中心演员 还是上海戏剧家协会会员 从1980年就出演电视剧的他 入行已经超过40年了 02肖战饰演顾卫8.8分 顾卫在剧中虽然主角光环很大 不过也不是完美的 因为心里有阴影 面对手术时会感到恐惧 肖战很好地演出了这个高颜值外科医生看似冷漠外表下的温暖 对小病人会尽可能去安慰 即使有医生诊断后 他也会尽责希望让病情能得到无误的判断 贝林之孝误会是小白脸 靠裙带关系上位时 他显得无奈却也不屑于替自己辩解 当被病人质疑医术不佳 让自己的老师去世时 则触动了他脆弱的内心 他是负责任的医生 更是有血有肉的好人 非科班出身的肖战曾被质疑过演技 不过从这部剧来看 还是可圈可点的 有观众发现 他的原生台词还是值得称赞的 他演的医生不是只有冷峻的一面 还有暖心的时候 让人感到接地气和真实 这都是肖战演技的功劳 03宅子路饰演顾肖8.2分 顾肖在剧中是顾卫的弟弟 不过性格上差距很大 他是一个游手好闲的富二代 在剧中就是为了追求女生 才帮林之校介绍了顾卫 不过 他虽然看似不靠谱 其实人品不坏 外形帅气 称得上风流倜傥 追求女生时死皮赖脸 和妈妈争取投资时更是够卖力 饰演顾肖的宅子路是98年的男生 目前还在中戏就读 他是从全职高手正式出道的 虽然年纪轻出道也四年了 出演了近一十部影视作品 04杨子饰演林之校7.9分 这部剧中的女主角是大三学生 是音乐系的高材生 虽然从人设上 和杨子前一部剧 亲爱中的可爱女生有相似之处 不过这部剧除了爱情外 也专注于家庭亲情 林之校和父亲之间的父女感情 也让人很是感动 杨子虽然出道多年 一直很有少女感 演大学生也觉得很合适 他和肖战首次合作就能如此有默契 被赞太有CP感了 拉大提琴时投入专注的表情 也让人觉得仿佛他就是演奏家 这就是人戏合一的境界了 05李牧尘饰演肖山7.7分 珊珊在剧中是林之校的闺蜜 也是介绍他和顾未认识的媒认 和林之校不同 肖山的家世也很不错 和顾肖倒是相似 同样是没工作靠家里的富二代 却一直想要向家人证明自己的能力 李牧尘和宅之路年纪相差了5岁 却感觉是同龄人 很巧合的是 他也曾出演过全职高手 这次两人是二度合作了 在热播剧《思腾》中 他饰演的沈银灯霸气十足 丝毫不舒思腾 可见人家年纪轻轻演技也是可以的 你喜欢余生请多指教吗 剧中你最喜欢的是哪个角色 欢迎和小编留言互动 02 杨子抵杭州拍长相思 妖戏惹人线 路人反意外症于生火了 这段时间 杨子和肖战主演的都市爱情电视剧《余生请多指教》正在热播当中 该剧不仅在湖南卫视上新收视率一直不断创造新高 而且网络热度更是从开播之日起就登顶 虽然是两年前拍过的一部电视剧 但凭借杨子和肖战两人的超高人气 电视剧收获了很好的成绩 在开年之后 杨子一直就没有进组的打算 本来还让大家比较担心 谁知道他在直播过程中说即将进组 现在也终于迎来了实际的动作 从网友发布的画面来看 杨子一身长款风衣现身杭州 戴着于肤帽 帽颜压得很低 整个人看起来非常低调 他从VIP大厅里面走出来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降温的原因 他把整个人裹得很紧 显现出他抄袭的腰身惹人羡慕 看来最近没有露面 杨子有很好进行身材管理吧 此次杨子抵达杭州 一行人刚好走到出口 很多路人偶遇他并且大叫起来 而他们的反应却意外证明了 杨子和肖战的这部余生 请多指叫火了 因为大家没有叫杨子的本名 而是直接叫他灵之笑笑笑 你好笑笑再见等等 能够凭借一部剧的角色被人记住 也是一种成功吧 据悉 此次杨子是为电视剧长相思而来的 该剧讲述的是 吃油与锡灵横的女儿小妖 表哥轩缘专须 屠山世家公子屠山景 神农义军将领香柳之间的 恩怨情仇 目前传出的消息是杨子搭档演技派男星张婉逸 其他明星就看到时候怎么官宣了 读者朋友们 你们觉得杨子最适合饰演小甜剧 还是饰演古装电视剧呢 你们觉得余生请多指教能否让杨子在2022年的精英节上有所斩获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